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会关注到文化艺术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关注一个油画大赛 在昨天新唐人举办的第五届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进行了颁奖典礼 入围大赛有100多幅作品 这次参赛的有超过400多幅绘画 那今天我们就带您看一下这些参赛的画作 比如这幅朵儿鼓手 一名鼓手在麦田里欢乐地打鼓 他头上戴着亮黄的头巾 以及身后金黄的麦田 还有棕色的小鼓呢 这些色彩焦香灰映 渐进的颜色融合得非常恰当 再比如这幅悄悄画 画面呢是山巒起伏的瑞士美景 前面是一位憨态可居的老爷爷 老爷爷头上戴着一副帽子 而帽子上还插着几朵色彩缤纷的野花 老爷爷身穿着大红的传统服饰 精细的画法呢 还能看到衣服上面手工刺绣 而旁边呢是一位可爱的小女孩 她正趴在老爷爷耳朵边 像是说着悄悄话 这幅画呢色彩非常明亮 以及人物之间传递着温暖的感情 让人印象深刻 还比如这幅像米莱娜之爱 在院子的一角呢 一个小女孩正在喂鸡鸭 写实的画法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逼真 像鸭子身上的绒毛 以及小鸡正在低头捉食 背后碧绿的植物 仿佛让人能够闻到院子里边湿润的泥土气息 大赛的评委说 油画比赛的宗旨呢 是能够展现纯真 纯善 纯美的艺术 他说艺术之美呢 不在于技法 含在于内涵 比如呢 一些绘画 就展现了一群真善忍的修炼者 在大陆高压的环境当中 能够坚守信仰 传递真相 不为迫害的情景 像这幅真相传 这幅画前面呢 是两名青年 他们为了让人们能够了解真相 一人广发传单 而另外一人呢 手持横幅 穿粉色上衣的青年呢 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 他回头 明亮的光打在他脸上 衬托着他无畏的神情 而另外一名青年 正在奋力地拉开横幅 却被几名警察扭打 而画面的一角呢 依然能够看到 其他为坚持真理 而不为强暴的青年 这一幕发生在天安门广场 远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漫天的白色传单 和警察的黑暗残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次大赛的金奖获得者 是这幅1999年4月25日 这幅画呢 重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在1999年4月25日 在中国 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 希望能给当局 讲清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正法 希望当局不要误会的场景 但是他们怎知 1999年4月25日是个时间点 当时呢 当局明知 法轮功对群众是百利而无一害 只是时任党魁江泽民 妒忌修炼的人数太多 于是开始罗制罪名 展开了对一亿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迫害 而这场迫害呢 从1999年一直延续到现在 将近20年 而这幅画呢 长4米2 他画了5年 除了金奖获得者作品 还有很多其他的画作 比如像一个不动就制万动 在一个草垛上 一名小女孩正在安静地打坐 她面对着凶恶的狼群不为所动 寓意呢 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都能够坚守内心的平静 像这些绘画呢 在精神上给人很大的震撼 展示着平静坚守正义和真理 也给人很大的心灵支持 此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画作 比如像一字圆空间少女 她画了一名身着古装 端庄舔尽的少女 还有一幅形影不离 一名少女身着白色青纱 夕阳西夏 和一匹马走在金色的田野里 还有很多其他绘画 这些绘画呢 来自46个国家 258位画家 评委说呢 他说艺术的目的呢 是为了展现真 善和美 目前呢 各种艺术乱象当中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大赛 让人呢 回归传统 找回人本性当中的光明 善良和美好 用艺术展现传统的记忆和精神 其实这次呢 是新唐人举办的第五届 油画大赛 他们从2008年就开始举办 这样的油画比赛 这批的画作呢 将在纽约的 萨玛港地艺术俱乐部 展出到11月30日 在11月30日下午1点钟 将会进行画品的拍卖活动 如果在纽约喜欢绘画的朋友呢 可以去参加展览 如果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在新唐人油画大赛的网站上 浏览到更多的相关作品 明天就是感恩节了 明天我们会休息一天 同时也祝愿您和家人 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